吉安宣公所即日起在浩克艺术村的吉野艺文館 举办了张芷轩陶艺创作各展《记忆的孔隙》 以陶瓷土为媒材展出他个人在疫情期间对生命的探索 展期只有到5月27号 欢迎大家可以前往参观欣赏 透过与泥土的近距离接触 找寻在地材料色彩 也拼凑出看似消逝其实仍然存在的记忆 88年次的青年艺术家张芷轩 以陶瓷土为主要媒材 日前在吉安浩克艺术村 带来张芷轩陶艺创作各展《记忆的孔隙》 我会站在这里是因为大学时期 它是我所带的毕业指导班 那一年它做的壁志的主题 是用花莲玉石的石粉 融入陶艺的创作 用一种在地性以及有年稠的一种物质 产出跟花莲记忆相关的壁志 那么优秀的学生留下来 来继续研究所 非常顺利的两年归 我认为这两年的概念 应该除了疫情之外 应该是这块土地给予学生非常多的 比较深刻的人文或整理上面的一些反思 跟一些影导 所以它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呢 藉由各自心情沉淀的方式去产出今天的成果 那我发现在捏土揉土的过程中 我可以就是它是会给我安全感 就是我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都有正在活着 那而且从就是事后再过去看当初的创作的时候 也会有一种好像被吸回过去创作的那段时间 就是感觉作品上有某个孔气是穿过它就可以回到过去的记忆 所以我就开始这个自己做了各种实验 就是一些观察的实验 然后想要去了解说那个可以通往过去时间的记忆的孔气是什么 所以只是这个是我的主题的由来 《香壮幼书珍》也出席开幕 力挺青年艺术家带来的精彩创作 我们相信在过去浩克艺术村里的展览 除了是儿童化及幼儿园的展览之外 我想江同学应该是最年轻的策展的一位展览者 我们希望益助年轻的手艺 学校里面的手工的结合 来推展在各个年轻艺能方面的展览 在浩克艺术村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我们也希望从老幼共学 从年轻的平台来作为一个铺陈的元素 希望大家把握时间来到浩克艺术村 共同来展览不同年龄 不同方位 不同内容的一个精彩展览 展览划分六个空间 作品包含立体创作 空间装置 符合没采与生活陶瓷器物 特别设置泥土互动区 邀请民众透过实体操作为观展留下痕迹 游淑珍表示 这是张子萱第一次创作展 也是浩克艺术村最年轻的各展者 简安相公所将持续铺陈在第七年艺能与公共创意 即一期展出至5月27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这里在张帮燕华灵师报导